大家好 升旗易得讀 今天是2024年7月24日 今天是星期三 繼續來到星期三的時間 我們繼續跟大家揭露最新的時事 好了 今天也來到農曆年是6月19日 今年是甲晨年農年 這一節我們要跟大家 來揭露中國內地的情況 早前跟大家揭露 深圳傳出 有已被發放 的失業是救濟金 竟然 是被 深圳政府 向民眾追逃的 深圳 是 一線城市 中國大陸北上廣深 其中一個 大城市 但是現在 竟然 是輸得減少 失業率節節上升 早前跟大家揭露 深圳 的失業率大升 雖然中國大陸是將 那個失業率 是 隱藏 不公佈 但是 從其他 數據都可以徹底反映到當前的情況 因為 有很多人為了要拿失業救濟金 所以走去登記失業 所以 雖然沒有官方統計的失業率 但是就有 新 登記的失業人數 正正 跟大家說完 深圳的情況 現在輪到 一線大城市之中的一線 就是北京 北京同樣地 是全昌 是政府 向民眾 追討這個失業金 的 整件事 本末倒置 本身 失業救濟金就是在我有需要的時候 就是去領取 就是因為我失去了 工作 所以沒有收入 那邊才說完深圳爆發這件事情 轉頭 北京也罵出了相同事件 有大量的民眾 被政府要求 退還失業金 亦有不少的網民評論 說似乎 中國大陸 財政真的出現了大問題 真的沒有錢 深圳收回失業 救濟金 那個理由是很牽強的 發放之後 就說你其實是 不符合發放的條件 所以就向你 追收 失業金 轉頭在北京又發生了相同情況 有大量 北京的網民出來爆料 說自己 忽然之間 停收了 甚至乎 被 北京的人力社保局 追收 實業金 以下 是北京流傳著的訊息 是個SMS 上面寫著 北京市人力社保局 內容是如下的 經核查 你在最後 參保單位 短期參保一至三個月之後 職身領失業保險金 以此 虛構勞動關係 不符合領取失業保險金的條件 你的失業保險金 已經停止發放 如果你 和單位確實 存在著勞動關係的話 請提交你和單位存在 事實勞動關係的證明材料 例如是勞動合同的 或者工資發放流水 考勤 還有個人報稅等材料 經 核實之後 確保沒有問題 將會為你恢復發放失業保險金 如果虛構 勞動關係 情況屬實 你已經領取的失業保險金 應立即退回 材料提交方式 及其他相關的問題 請你 聯絡北京市 昌平區 人力資源公共服務中心退回 北京也是有相關的訊息 流出 證明現在中國大陸的官方 是用盡萬千的理由 要盡萬千的理由 要制止民眾 進一步 去取得失業金 因為政府自己也沒有錢 如果中國大陸收了那麼多 這些保險金 真的是用來搞保險 中國大陸自己根本也不會爆煲 就是因為那些錢 不知道拿到哪裏 結果真的 是出現大爆破的 那麼多年以來 中國大陸也是 靠著跟美國的關係 大搞金融泡沫 所以 一波又一波 的爆煲 但是現在 就開始捱不住 我昨天也跟大家說過 就是 不要管政見 跟政見無關 如果當 大量的人失業 是沒有錢 或者有漢出沒有漢出 其實真的是會暴動的 因為 所有人都要吃飯 他要吃飯 你要吃飯 他家也要吃飯 當整個社會忽然之間 你跟我說原本有失業救濟 是保險金來的 你居然跟著 我真的失業的時候去拿 你就 不讓我去拿 試問還有誰會供保險 還有誰會相信這個制度 還有誰覺得 真的 將來退休可以拿回錢 所以當中國大陸在想縮數 交不到這些錢 出來的時候 其實是整個社會 對他的制度的信任 是會徹底 一夜之間崩盤的 其實情況 就好像當年 時代革命一樣 政府的誠信 當然現在的反抗好像暫時 壓制了下來 但是 失去了信任和誠信 是永遠都不會回來的 就是說其實整個社會 都覺得你說的話根本由頭到尾都是謊話 中國大陸 差不多用了20年時間 訓練了一大群內地的人 相信 政府 國家 以為國家 他們自己是未來的主人 但是後來發現 原來由始至終 根本是穩定 中國共產黨的特色是甚麼呢 就是對人民 太過殘暴 如果你不是加入黨 拿著數的話 你是不會有機會 拿到 利益回來的 就是因為國家有分普通人 和黨員 導致其實黨員根本 是特權階級 是特權階級的 由於有特權階級 所以他們也習慣於 對 並非特權階級的平民 是非常的殘暴 但是不要忘記 人民仍然是佔了大多數的 中國共產黨的黨員人數相當之多 就是說14億人 有足足13億是平民 13億人 是糾塞 不要忘記了 沒有權力者 是有機會會反抗的 中國大陸是有機會走到這一步的 因為 就算你用盡方法打壓 當如果 好像白紙革命那樣 四周大爆發的時候 其實你是沒有辦法那麼容易鎮壓 當然 我們當然也不希望中國大陸的民眾被鎮壓 我們覺得如果有這樣的爆發的一天 其實我們所有人 包括香港 中國內地的人 是應該做足充分準備的 就是說 這個就是所謂的 末日情景 要為末日情景做好準備 就是我們應該要做的事情 不要忘記了 就算香港你不打算反抗 不代表中國大陸不出事 中國大陸的出事 其實已經 正在倒數 因為你看到 現在普通的民眾 是快要瘋狂的了 你試一下 不吃飯半年 其實對上的三年 就是已經沒有飯吃 三年呢 幸好 身家豐厚 很多人就定得住 但是三年之後有三年 是不是可以捱三年呢 現在內地人 剛剛領了10個月的失業金 只是兩萬多元人民幣 一個月只是領兩千多元 還要被迫全部 退還 結果內地人 四周搜尋 說被人要求退回失業金的人 人數遠超上漲 也都個個擔心 自己被黑名單 所有的社交媒體 全部被停止 你說多恐怖呢 當然 人數是少數的時候 當然可以針對 有很多人覺得不關自己的事 但是當人數正在增加 其實 就會出現了我們經常所說的 那個叫做critical mass 其實 無論是多獨裁的政府 同樣地會出現這個問題 就是同一時間有太多民眾 被迫反台 根據深圳官方數據 在2021年 領取失業金的人是12萬5千人 失業保險金 一早已經 入不敷枝 中國大陸的失業人口 是遠遠 是多過他原本的想像 所以這些失業保險金 根本已經沒有辦法維持下去 好 我們今節和大家暫時結露到這裏 敬請各位 記得繼續做好支持六部曲 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好 我們今節和大家暫時講到這裏 繼續節目之前 先要多謝Surfshark VPN 支持本台 Surfshark VPN 可以保護你的個人資料被盜取 避免被黑客道用信用卡 上網可以體驗沒有廣告 沒有彈出視窗 沒有追蹤的網站 粉碎審查制度 可以幫助你繞過政府的審查 隱藏你的網上記錄 可以自由訪問新聞 娛樂和社交媒體 100個國家3200多個伺服器 可以看Netflix和Disney Plus 不同國家的節目 不限裝置 訂閱Surfshark 可以一家人用 幾多部手機電腦都可以共用一個帳戶 還未安裝VPN的朋友 記得快點安裝Surfshark VPN 多謝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子 所以我們 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安金 大家當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 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了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